我看到他走了 我真的很難過 我真的不曉得 這他一個晚上沒睡好 我昨晚上 真的說起羅密林 我們很奇怪很懸 當時我們真的是 是在大馬路 還有他們有幾個人 看到說 這不就那個周遊嗎 那個時候大家都還叫我周遊 他們說是啊 好幾個 然後我就說 是啊 我是周遊 然後我看他們幾個好像很活潑 幾個小女孩 我說你們要不要演戲啊 結果 結果羅密林比較 他好像比較open 他就說 好啊 我可以來 我可以演戲嗎 我說是啊 我是在做演戲 做戲劇節目的 做人戲劇 結果他來我就叫他 非常的清新 而且他臉 瓜子臉很漂亮 而且眼睛也很迷人 很純潔 對 很純潔啦 雖然純潔喔 可是他們普通講話 就是大辣辣的 傻大潔 傻大潔 我說欸 你不要那麼 有時候講話得罪人 他都不知道 可是他 一下 人家還在生氣 他就過去又抱啊 又裸的 他個性就是這個樣子 欸 我那個時候看他就那麼瘦 然後 其實他很會養生的 他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可是 往往保持得太好啊 我想 某種就會缺乏一些 一些東西 身體上總是會有毛病 我們知道他好像有 有痛風啦 可是痛風不是大問題 這死人會突然 而且那麼年輕 可是他很大啦啦 我說欸 你怎麼臉都變跟以前不一樣 變漂亮啊 我說 欸 我不以置評 我就跟他這樣講 還半開玩笑 結果他說 欸 我可以 還說要幫我介紹 叫我去哪裡 他個性就這樣 所以那一次見面到最快音 我看到他走了 我真的很難過 我真的不曉得 就他一個晚上沒睡好 我昨晚上我就想 他會不會跟余峰一樣 他的好友 他的姐妹 也是自殺死掉 那他是不是也是自殺 所以我就一直要看 第一次余峰吃藥的時候 羅畢林就跟周永 打電話 到醫院陪著他一個晚上 結果後來還是第二次又再自殺 就離開了 我還去醫院跟他 還勸他 然後把余峰還帶回家 他跟余峰兩個好到 連男朋友在一起 他都 他們都在一起 好到可以說 結果沒想到 余峰一走以後 對他有一個打擊 有很大打擊 有很大打擊 所以他可能 為這樣以後 他常常失眠啊 或者怎麼樣 就這樣 所以 我很感慨 好 好 謝謝